入冬之后养兰花 很多花友都会忽略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预防病虫害 为什么到了冬季我们还有防虫呢 因为冬季很多虫子都会钻到土里面过冬产卵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做好杀虫工作 那么它就会在土里面啃食根系 照常呢这个兰花出现烂根烂苗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入冬之后 虽然说没发现虫子 但是这个时候给它做杀虫的话呢 是起到一个一锅端的效果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小白药撒到花盆的表面 给它浇点水 它就会融解到土里面 起到一锅端的效果 同时我们如果发现叶片上有虫 也可以用它来兑水喷一喷 比如说小黑飞 谢个虫 牙虫 这些的话呢都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杀面效果 所以说我们在入冬之后养兰花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做一次全面杀虫 那么到了开春 也不担心土里面的害虫出来 扎踏我们的兰花 当然了 这种小白药除了兰花可以用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都可以用 一定要做好预防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